他婚前有过孩子 我也有过孩子 两个孩子都一样大 我的孩子大一个月 有八岁吧 同年的 那时候相处还可以的两个孩子 也许是因为同龄 也许是出于相似的成长经历 两个八岁的小男孩一见如故 迅速地玩到了一起 这十分难得 何先生和邓女士都深感欣慰 正当这个重组家庭一片祥和之时 意外的分歧却随之而来 这个问题不是别的 正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吃 吃东西 我就买了什么苹果 那水果 就和这牛奶 我就把它分着吃 一箱牛奶 我就十二喝 我就会一个分六喝 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平均地分 因为他的孩子比较胖 我的孩子比较瘦 他差不多 比我儿子中一半的 他孩子很冷吃 如果不分的话 他就会两天 就把它全部吃完了 我那孩子就是 他不劝着他吃 他是不吃的 他根本就不吃 那我又很担心 我说那个长身体 我觉得我孩子很缺营养 他孩子都是还好 那个身体比较好的 我就把它分着吃 我就说在义国心之内 你们每天保证 有一盒牛奶 他的孩子就是吃完了嘛 他就吃我分给我孩子 对嘛 跟我说你的自己吃完了 就算算了吧 你连这个营养都过剩了 你那么胖 你吃了其实对身体也不好 我问一下 这个营养过剩这个是怎么判断的 因为他孩子太偏胖了 八九岁吧 就差不多一百四十斤左右了吧 没有这么多吧 那个 仅仅是一百四八九岁可能九十来斤 没有你说的这个夸张 我认为是这样的 我就是我这个吃东西嘛 我儿子他相对说他身体好 要吃多一点 我说他吃多一点就吃多一点 我们做多一点就可以了嘛 是不是 他就不说他身体这么胖 还是这么多干什么嘛 我说我也身体胖 我吃不饱 我心里面也着急啊 是不是 我就理解我儿子的这种心情 他肯定要多吃一点 他就好像的 他儿子吃两碗饭 我儿子吃三碗饭 他心里面就有点不舒服这种感觉 他说身体好了 吃多也就是浪费嘛 他说的那个不是事实 他自己控制他儿子吃饭 说最多吃三碗不要吃了 再吃了要吃四五碗吃了 那吃了不好 你比如说就牛奶这种东西啊 你给孩子们一人分了一半 从你的角度考虑 就是说两个孩子 以他们的营养状况 就是必须得一人只能喝这么多 是这么考虑的吗 我觉得就这个量就够了 吃多了也是浪费 我觉得就是 如果再动了你的孩子 那就更不对了 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他应该 他因为那个小时候生病嘛 他有表示不是很清楚 他不说话 他本来就是你来顺受的 你确定